同時邱玉兄所提出的 ECFA的後續怎麼樣 你們是延續呢 還是修正 你上次 齊敗兄你還上午前說 可能要修正喔 還有兩岸經濟合作發展委員 經貿會所談妥的 如果民黨執政 會背書嗎 還是修改還是不承認呢 我們大家都在看喔 九二共識 ECFA 經貿會 這三個議題你怎麼回應 我想這個 兩岸之間的經貿 這個是涉及到 這個從過去的一些 國際貿易的經驗 這個是涉及到談判 有我們的利益 有他們的一個利益 這個不是純粹的一個 政治性的議題 這個當然大部分的內容 就條文來看是經濟的一個議題 所以這個部分是 大家必須坐下來說 就彼此的一個利益 合則兩立 分則兩敗的這個精神 來看ECFA的未來的一個 我認為要檢討的這個部分 那北京很顯然是比較喜歡馬英九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因為馬英九會講九二共識 會講一中個表 會講這個 在國際的一個 這個外交上 他可能跟中國 大概比較少衝突 這個是北京喜歡馬英九 一定不喜歡蔡英文 這個是可以 可以理解的啦 那我回頭過來講 這個ECFA的這個部分 ECFA的內文 本文 前演 前演 序言 有沒有講到九二共識 沒有 九二共識是怎麼來的 九二共識是ECFA簽啦 15項協議簽啦 那後來 馬英九總統才出來講說 這個我們間接承認說 這個是在九二共識的一個基礎之上 來做處理的 這個是 這個順序是這樣 不是在ECFA的條文裡面 就簽了說 九二共識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你違反九二共識 所以我們ECFA就把它廢掉 至少就我目前來看 我沒有聽到任何 中國社台的單位去講到這些話 那我認為北京的 的做法 北京不是 不是一個像過去 我們認為是一個土尾政權 這個北京已經不是那種角色 它是一個大國耶 它是現在跟美國幾乎在亞太事物上 是平起平坐的一個大國 美國有些事物還要看中國的臉色 它的一個經濟成長率 這個大陸的整體的一個發展 它是對自己相當有信心 怎麼樣去有智慧的處理兩岸的問題 我想北京在這幾年的一個洗禮 它不會去讓大家覺得 它跟過去的角色不要 所以我認為不應該用過去的眼光 去看北京 但我要請問我們誤實面 北京到底喜歡馬英九 或蔡英 我不知道 但是北京如果跟美國人打架道 今天是小布希共和黨 我就會打架道 於是民主黨歐巴 我就打架道 北京是很誤實的 沒有什麼喜不喜歡 看的面決定而定 但是 哪怕今天中國跟一個遠在非洲一個小國家建交 建交公報都要強調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這是他論述 我注意到奈吉利亞 奈吉利亞 在西非一個大國 它裡面一個國家叫做 蘭利比亞 蘭茲巴 Z-A-N-Z-I-B-A-R 這國家他不知道 胡錦濤這次到奈吉利亞旁邊 也到蘭茲巴去 這國家是一國兩線 一國兩府 一國兩都 北京他對 奈吉利亞下的蘭茲巴 都做一種對應 所以並不是不可能喔 他有彈性的喔 但即使如此 我不是替北京講話說 他會講 如果民進黨你讓他 但是那個蘭茲巴 也是要承認一中啊 下面怎麼論述都很重要 我是提醒這一點而已 回來除了兩岸政策以外 其實兩岸跟經濟幾乎是一起的